宗徒大事录 第27章 既决定了要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人就将宝禄和一些别的囚犯 交给皇家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他名叫尤里约。 有一支由阿德纳米特来的船 要开往亚西亚沿岸一带地方去。 我们上去便开了船, 同我们一起的还有马其顿的 德萨洛尼人阿里斯塔克。 第二天,我们在七东靠了岸, 尤里约优待保禄, 准他到朋友那里去获得照应。 我们又从那里开了船, 因为是逆风, 便沿塞浦路斯被封的海面航行, 横渡基里基亚和庞菲里亚一带的海面, 便到了里基亚的米拉。 百夫长在那里找到一支 由亚历山大里亚来 要开往意大利的船,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我们一连多日缓慢航行, 紧到了克尼多对面, 因为风阻止我们。 我们就靠着克里特被封的海面, 在撒尔摩那旁边航行。 我们沿岸而行, 方才来到一个名叫梁岗的地方, 拉萨亚城就在附近, 历时既久,航海已很危险, 因为近时节已过了, 保禄就劝告他们说, 诸位同仁, 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 就是连我们的性命 也将要遭受灾害和重大的损失。 可是百夫长, 宁信从舵手和船主, 不听保禄所说的话, 又因为这港口不适宜过冬, 大多数人便提议由这里开船, 或者能到斐尼斯去过冬。 斐尼斯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 面朝西南和西北, 那时南风徐徐吹来, 大家以为对目的地已有了把握, 就起锚沿着克里特航行。 可是过了不久, 有一种称为东北风的飓风 向岛上冲来, 船被飓风卷去, 不能顶峰而行, 我们只好任风漂流。 当我们贴着一个名叫克劳达小岛的被封处即使时, 才能将小艇把持住。 水手们把小艇拉上来, 用缆绳把船绑好, 又怕撞在蓄尔提浅滩上, 便落下船具, 这样任船飘荡。 我们被风浪颠簸得太厉害, 第二天他们便将货物抛去, 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也抛弃了。 好多天看不见太阳, 看不见星辰, 狂暴的风仍不见小, 从此我们获救的希望全都消失了。 众人好久已没有吃饭, 宝露便站在他们中间说, 诸位同仁,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该从克里特开船, 而遭受这场灾害和损失。 虽然如此, 我现在仍劝你们放心, 因为除这只船外, 你们中没有一个会丧命的。 因为我所归属和所侍奉的天主的使者, 今夜曾显现给我, 说宝露, 不要害怕, 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 看, 一切和你同传的人, 天主都已赐给你了。 因此, 诸位同仁, 请放心好了, 因为我信天主对我怎样说, 也必怎样成就。 不过我们必要搁浅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里, 我们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 约在半夜时分, 水手们猜想离一处陆地近了, 便抛下侧迁, 得知水深二十旬。 隔了一会儿, 又抛下侧迁, 得知水深十五旬。 他们又怕我们碰在礁石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切望天亮。 水手想罚离船逃走, 便将小艇寄到海里, 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宝露就给百夫长和士兵说, 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 你们便不能获救。 那时, 士兵便割断小艇的拦锁, 任他沉默。 从那时直到天亮, 宝露一直劝众人用饭, 说, 你们一直忍饥期待, 没有吃什么。 到今天已是第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用饭, 这与你们获救有关, 因为连你们头上的头发, 也不会失掉一根。 宝露说了这话, 便拿起饼来, 在众人前感谢了天主, 然后掰开, 开始吃。 于是众人都放了心, 也都用了饭。 当时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二百七十六人, 众人都吃饱了饭, 便把麦子抛在海里, 使船倾斜。 当天亮时, 他们不认得那陆地, 但瞥见一个有岸边的海湾, 如果可能, 就愿意把船驶进去。 于是将矛割断, 砌在海里, 同时松开舵绳, 拉上前帆, 顺着风向岸边前进。 不料却碰到一道沙滩, 两边有海, 竟把船搁浅了, 船头陷入, 交定不动, 船尾却被浪涛猛力冲坏。 那时, 士兵主张要把囚犯杀掉, 免得有人求水逃走。 可是百夫长却愿救保路, 便阻止他们任意行事。 所以命令会求水的, 先跳入水中, 先行登陆。 至于其余的人, 有的用木板, 有的凭船上的零碎东西, 这样, 众人都登了路, 得了救。 感谢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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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